隨著香港復償 財政預算案又減千萬元 以下首置物業稅街 近月兩個新盤銷情接連旺場 業內人士對本港樓市前景看法分歧 畢竟樓市走勢最終都要看經濟復甦步伐而定 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 港澳報肖明指出 隨著本港1月8日與內地恢復免檢疫通關 加上本港銀行未有再跟隨美國加息 本港樓市無論交投量及價錢都已經開始見底回升 單市1月及2月樓價已回升2.8% 而近期發展商以先求量的心態開價推售新盤 市場反應亦熱烈 反映市民入市信心明顯回升 由於財政預算案又減千萬元 以下首置物業稅街 利好中小型住宅 他相信3月樓價再升3% 首季樓價有望回升約6% 不過中原集團創辦人兼主席施永青認為 自去年11月內地放寬防疫政策後 低迷的經濟出現技術性反彈 本港樓市 也自去年低位反彈3%至5% 但樓價走勢將取決於經濟復甦情況 除旅遊及零售業改善 也要金融等行業復甦 他只影響樓市最根本的問題是人口 本港面對人口流失問題 加上香港新一代搏殺程度不如上一輩搬高 在中美摩擦的大環境下 對本港前景感到憂慮 財政預算案預期今年經濟增長5.5% 有少少樂觀 現階段樓市只屬反彈 樓價能否在上 則要視乎實體經濟是否配合 他認為用家可根據自己需要去買樓 但若是投資用途 目前價格仍在高位 尚未到大舉入市的時候 新世界發展執行副主席兼行政總裁鄭志剛表示 香港樓市去年受加息影響顯著調整 但香港的剛性需求強 而且內地與香港通關及搶人財政策下 預期樓市成家會逐步趨活躍 香港經濟及樓市軍會逐步恢復元氣 六月後情況將更為明顯 他預期樓市會平穩發展 並對下半年樓市樂觀 又指預算案建議調整重價印花稅的稅階 可減低置業負擔 預計中小營單位最受惠 請回答 請回答